2023年3月15日,羽毛球全英公开赛继续进行,首个比赛日国语大获全胜,收获新的喜讯。 男单赵俊鹏淘汰新加坡名将落健佑,爆冷击败世界冠军,女单赛场爆出冷门。 泰国一剑应当农0比2不敌队友猜万,世界冠军发挥失场,没能再创佳绩。 这个结果还是有些令人意想不到,全英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跟别的1000级赛事不同,韩晶亮相对而言最高。 国语派出全主力阵容,首个比赛日结束,国语保持全胜战绩,最大的惊喜是赵俊鹏晋级。 面对世界冠军落健佑,他打出水平,经历三局较量,最终2比1淘汰强敌。 男单是国语冲击冠军难度最大的项目。 男单赵俊鹏赢21比16,16比21,21比7淘汰新加坡名将洛健佑。 对手虽然拿过世锦赛单打冠军,但是临场发挥并不稳定。 女单奥运冠军陈宇飞以22到20,21到14完胜加拿大选手李文山,王芷一以23比21,21比11。 战胜日本选手穿上沙慧奈。 韩月以21比10,21比7横扫新加坡选手杨嘉敏。 男双何继婷,周浩东以21比10。 21到12淘汰中国台北组合如敬瑶、杨博涵。 何继婷,周浩东状态不错,赛前真没想到如此轻松。 女双陈清晨,贾一帆以21比11。 21到13淘汰日本组合严永林,中西桂英。 郑宇,张书贤以21比11。 21到12横扫日本组合广上流一,加藤佑奈。 实力差距非常明显。 混双郑思维,黄亚琼以21比9。 21到15清取丹麦组合泰瑞艾米利。 混双依旧是国语优势最大的项目。 两队组合郑思维,黄亚琼,冯燕哲,黄东平都有机会。 郑思维,黄亚琼具备绝对实力。 别的队员安排在下个比赛日出场。 首轮分成两天进行。 因此没有看到石宇齐、河冰娇等人出场。 除洛剑用外,还有两位单打世界冠军首轮出局。 泰国选手蔡文2比0完胜队友英达农,令人意想不到。 泰国选手李美妙2比0淘汰日本名将奥元希望。 这个结果很正常。 现在的奥元希望进入职业生涯末期。 退役只是时间问题,她自身的伤病却是比较严重。 日本女单现在全靠山口欠。 另外印度伊哥拉克什亚2比0淘汰中国台北名将周天成。 马来西亚组合王耀星、张玉与2比1逆转中国台北组合李洋、王麒麟。 日本组合松本毛友、永元和可纳2比1险胜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、蒂娜。